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今年的汉光演习跟往年很不一样 过期可以说是想象模拟 这边是中意是打针的 为什么打针的 因为中国对台湾的际觎越来越严重 那今年的汉光演习有哪一些国人应该要了解 我们的战力是什么样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这个除了汉光演习之外 我们会看到F-16V 看到阿帕奇直升机 地域火飞弹 雷达2000的多关 雷霆2000的多关火箭 那么另外是这个中国水灾 非常的严重 那习近平已经正式承认状况非常非常的严峻 波阳湖这个已经是超过了历史的极限 那整个波阳湖变得很大 因为水很多 那到底这个水灾对中国说他已经进入了暂时状态 那有多么的严重 接下来会怎么演变 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讨论 那说到中国 香港这个有六 这个泛民主派的初选 有六十一万人 香港人出来投票 那这被认为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 本来高级是十七万人而已 后来出来六十一万人 那这样的数字又代表什么 今天我们也要来讨论 那因为整个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 美国美国已经三百多万人 那所以这个川普说 整个美中的关系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那这个接下来会怎么演变 因为香港中国的这个病毒的研究专家 已经叛逃到中国去了 叛逃到美国去了 那所以呢 这个事情会怎么演变 我们今天也要来讨论 那另外是有关高雄的补选 照刚说李梅珍可以拿七十万票 那这样我觉得应该陈其脉要回去吃自己了 那这个为什么他这样估 这个为了李梅珍的选举 似乎中国国民党要在监察委员 跟监察院长行使同意权上面 展开另外一个非常激烈的战场 但是这样社会会不会接受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那博文也是民进党新北市党部的主委 那另外邀请到的是政治学的教授 范世平华老师 黄一哥好 大家好 以及亚太皇位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钟连晃 欢迎好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梓哲 哲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军事记者吴明杰 黄一哥大家好 那待会儿我们还有激进党的立委陈伯伟 以及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的李氏宋承恩 会加入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今年汉光演习 这个今天正式开始 说今天演习的项目叫战力保存 明天叫战力防护 后天叫滨海决胜 在大后天是贪案迁敌 最后是战场的清理 好 来 我们来看 微笑 两架IDF战机紧急升空 发动机震撼 声响划破白天宁静 汉光演习第一天战力保存 金泉钢基地格外热闹 有六架次的幻象战机 分批两批是直接在清泉钢机场升空 一批两架次幻象战机 依序起飞 第一架不仅全武挂 还有加挂俗称面包的练战甲舱 看得出演习完真的 后续四架 同时挂载副油箱加大航程 嘉义的H-12V战机也同时抬头 正是模拟共军对台发动第一机前 台湾西部机场战机转进东部加山 最神秘的花莲加山基地 战机通通透过联络道陆续进入机堡 周遭都是坚硬无比的花岗岩 为空军保存最有效的战力 四级板级 汉光演习为其一周 十兵十弹全兵力操演 最受瞩目的就是周四甲南海滩 安岸组坚火力兼敌 重炮压制 北中南火炮同时间登场 要以强大火力击退敌军 而弹水合防防堵共军快艇气垫船 以及陆战队周波联星登陆演习 国军战备总动员 要展现一年训练成果 嚇阻敌军勿轻举妄动 好 跟大家報告 我们今天是用幻象战机 进驻花莲的加山基地 然后海军的苏澳跟左营的 军港内的军舰执行紧急出港 外海机动的苏博 那么陆军战收攻击直升机 要执行分散部署 为什么 因为今天要战力保存 那明天是模拟陆海空作战 指挥中心被摧毁了 并且启动预备指挥中心 另外是实施防空警报发放 还有空中威胁告警系统 警讯发放的演练 奥吉 冰海决胜市 海军统一整合 并且指挥三军的兵力跟火力 海军的舰农级潜舰 在东部的外海发射 得志的SUT重型鱼雷 也就是所俗称的战雷 F-16V执行实弹的验证 然后松山空军基地内的军警 海巡三大特勤队联手执行 反斩首的演训 所以说第三天应该很精彩 另外是第四天 摊案前提的部分 屏东加入塘海滩 举行联星操演 海军陆战队进行抢滩登陆演训 台中的甲南海海滩 举行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 那台中的空军青年钢基地 执行空降及反空降的联云操演 最后是战场清理 以各作战这个各作战区作战要领 执行战区的扫荡 跟战场的这个清理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明杰 今年的这个汉光演习 跟往年有不同吗 今年最主要是外在的环境 有不同的变化 我们看到最近这一个解放军 对台的一些这个武嚇动作不断 所以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威胁 必须让这个汉光演习 要走向所谓的这个实战化 那实战化我们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今年的要求就是说 仗在哪里打兵在哪里练 就是说你过去也许 要做是一些模拟的一个方式 那现在等于说尽可能的要 这个接近所谓的仿真 就是说你今天就要假设 现在就在作战 那我们等于是随时在准备 这个解放军有可能 这一个渡海犯台 这样的一个因应 所以你变成说 可能解放军攻击哪些地方 我们都要做好相关的准备 跟这个防备 那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第一天 战力保存最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个科目过去汉光演习也做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今年以来 他的这个对岸的动作不断 他的军机不断的压迫台湾 那可能他在对岸 也有在做一些导弹的一些 这个演习也好测试也好 所以基本上过去来看 就是说他对台 要所谓的速战速决也好 他第一波基本上还是不会脱离 这个原则就是用大批的导弹 来这一个袭击台湾 那打的重点 这个首要当然是 譬如说这个我们的各个地方的 这个军机场 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有包含 像在新竹基地的这个幻象战机 或者是西部机场F16要去做一个紧急的一个转场 转到花冬那个加山基地去做一个战力保存 那等于说在因应他这一个 所以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火机 都要火力发烈就对了 部分先藏起来 有部分就这个 所以叫战力保存 要先保留一部分 那当然 等于说他可能导弹会有连续很多坡的攻击 可能至少七坡的攻击 每一坡可能要隔两个小时 中国要攻击台湾的东部的话 是不是他们的船 机舰都要绕到那边去 对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这个 这个花莲的这个加山基地洞库 我们当然有特殊的设计 就是说不会让他的导弹可以直接袭击 但是他今天如果从东面来 这也就是他发展这个航母 要搭载舰载机从东面来 或者是他轟6K从东面飞 他挂载这种所谓的这个巡弋飞弹 贴地贴海进来 然后可能用这个可以这个转折的方式 绕道 然后可以去袭击到 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加山基地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两面都要做防备 那最重要的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 今天要演练的 除了说这一个是军方 国军在守备上 军事上 纯军事上的一个防备之外 事实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台湾 自己本身 军心跟民心 要能够打不贪 F16V战机从嘉义转进花莲 一架接着一架 余冠事原本应该进入抗炸机堡 不过这画面不常见 等等 这不就是台湾最神秘的加山基地吗 所有进加山的战机 都得重新检证 新云社画面中还意外公开 加山基地进入山洞前的外墙 底层就是坚硬无比的花岗岩 不仅厚实抗炸 军方近期还增加抗外冲 里头可以躲250架战机 等于超过台湾一半以下的战机数量 外头还有爱国者飞弹防卫 除了花莲外 位数区台北市爱山战备 甚至台中市爱国者与天宫 进入战时阵地 锁定敌军飞弹来袭 其实战机弱的话 一定是靠地面的防控力 包含着我们的天宫 还有城市比较重要的 人生出的爱国的战场 进入当然只是一个被动的 缴护时光情况 看光演习第一天 空军战力保存先登舱 幻象战机挂着俗称面包的电站夹舱 另外5架更是全5架加副油箱 实兵实战演习完真的 同时海军战力出龙 俗澳军港既得军舰 既阳机巡防舰快速出港 保存战力同时就战术位置 北中南更有火炮火力展示 国军秀肌肉不主动挑起战争 但是对敌军威胁 绝不未替退缩 今天只要第一 这个他的第一击你抵挡得住 你能够战力保存 这个有效的这个维护 然后另外同时间 我个人认为这当然军方 他们也不会对外这个去公开 因为既然今天 你共军已经出手了 台湾没有这个不反制的道理 同样的你飞弹打过来 事实上我们也有飞弹可以打过去 比方说一队他从广州打 我们就打广州 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对 我们也可以就直接这个叫源头打击 把他的飞弹发射架给摧毁 所以就他就没有办法后续 那或者是打其他的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有一定的能力 我只能这样说 那我们只是说强调就是说 我们当然第一他们对台湾的这个叫第一集 我们不是平白的挨打 或者只是这样躲起来就挨打 我们一定还是有反制能力 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的F16战机 因为对方已经出手了 事实上也没必要留情面了 因为这是生存之战 那我们的F16当然也有这个很特殊的任务 包含譬如说既然他已经打击你了 我们的F16可能会挂载 像这两年这个川普政府卖台湾 这HM88B这种反辐射飞弹 你可能也会升空直接对他的这个防空雷达 做质押做打击 去摧毁他的这个防空雷达 让他包含他 他说中国本土的防空雷达 对对对 我们当然也有反制的能力 那同时像这个先前美国也出售台湾 包含我们这个F16这个提升到V型的 这一个军售案里头 就包含像HM154C这种远距的这种防区外的飞弹 同样是可以打击他的机场 那打他的雷达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的防空雷达S300或S400部署在对岸 或宏旗9B这种飞弹 他基本上如果我们的战机 在西部这边如果升空的情况之下 非常有可能就会受到他的这个防空飞弹的威胁 他从对岸可以打防空飞弹 袭击到我们的战机 所以我们的战机有部分 这个叫野右小小队 这个必须非常冒险的 可能在第一时间 就要用这个地空飞行的方式压迫进去 然后投这个这个投放所谓的反辐射飞弹 去袭击他的雷达 把他打瞎 雷达打瞎或者是强迫逼迫他关机 他只要雷达关机 他防空飞弹就打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些所谓防护 被动式的防护 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主动出击 我觉得也存在这个可能性 只是这个部分当然相对敏感 我相信军方没有对外去公开 我们的杀手舰武器 基本上当然也不能让对岸了解太多或掌握 因为同样他也会针对你杀手舰武器 可能去做一个袭击 所以我们的很多飞弹发射车 现在都机动化 我们的雷达也机动化 因为他知道你固定阵地在哪些 他第一波的确就有可能攻击这些地方 你把机动化之后你这个伪装也必做得好 你到处跑 他基本上他就很难来把这 透过第一级飞弹的袭击 就把你完全打贪 OK 好 那今年说有这个建容级潜舰要发射 重型鱼雷 也就是所谓的战雷 另外F16V要有实弹验证 雷霆2000的多管火箭要发射 还有M110的自走炮车 还有M60A3的战车 那我想请教一下季文兄 这个有没有什么补充 而其实从这次操 你们都知道 动用都是主战武器 但我们看整个旱关36 其实他在兵力动用的武器 还有他部分的验证的科目 都有与网界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针对这个 反斩首作战这个部分 首次宪兵和维安特警队 以及海巡这个特警队 等于说军警结合在首都台北 这松山机场附近 进行一个联合反斩首 反这个渗透的一个操演 这个是过去以来 汉关其实纯粹大卫偏向军队 自己去做操演 实际是有很不一样 其实这也实际反映了 从近期这个美国区域冲突 他强调所谓这个斩首 就是把对手的可能军阵高层 摘除以后 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也因此针对这个大陆对台 如果发动武统的话 他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指挥中枢 也就是我们军阵高层实施 这个斩首 也因此国军在这次汉关 特别针对这个部分 做一个使兵的演练 如何对抗 如何因应 如何保护援手 如何这个转进 那做一个全盘的操演 第二个就是我们陆军的 这个联合兵种营 那我们都知道 这是陆军过去大概十年来 最重要也是变革 也就是把以往 可能装甲营 机部营 或者炮兵营 整个这个专业的一个方式 打散 然后混合成兼具部炮装 还有甚至有无人机部队 这样的一个营 比较能遂行 所谓的独立作战 然后这样的一个联合兵种营 这次要在甲南海滩 这样的时兵火力验证里面 进行一个攻防的操演 这个也是过去以来 汉关演习 比较没有做的部分 甲南是指台中 甲南就是大甲心南岸 做一个这个摊案间谍的一个操演 届时我们蔡英文总统要 那为什么选那里 因为今年是在整个台中地区 进行火力 这个相关的演练 而我们都知道 大甲西周边是我们一个战略要地 也因此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这样时兵操演 其实有验证这个作战区 它本身的攻防能力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另外在实际在部队的验证里面 还有就是这次把 后备部队以往在操演里面 大概都做一些后勤 正式在甲南海滩操演 它实际这个发射105公里榴弹炮 这也是过去以来 汉关演习比较没有做的部分 这是这个这个炮 是指他们要抢 中国解放军要抢他的 我们把他打 对对对 就是一个防护 摊案间谍的操演 以往都是第一线部队 去做实弹 实兵的验证 这次首都有后备部队 也就是经过较招的 这些退役的人员回来 我经过一个复训 经过一个验证 再重新让你在这个演习场 实际超炮射击 这过去还是没有的 那另外今年的演习 还针对今年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想定一个生物 发生生物作战 或者一个生化相关的这个公式 我们军方如何去应处 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 问一下 这个战雷 这个德国所生产的重型 这边是要打诺克斯吉吗 对 除役的诺克斯吉 那一艘已经集成了 因为本来是要给 他第一艘靶剑先脱去 那那一天本来是预演 但是因为那一天被这个 有八架F-16V战机 然后带这个两千磅的炸药 就不胜威力太强 就先把它集成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后来那天这个 他们有公告说 那一艘靶船已经集成 所以会再拖另外一艘 十五号那天正式预演 我们现在靶船 还有用战车登陆件退役的 然后把它修改以后 那这次据说是要用那个船 作为靶船 验证SUT鱼 那他都不动 然后我那个鱼雷这样打 一定打中的 主要是验证这个鱼雷 它的整体功能可靠度 是不是能满足 这个海军战备的需要 虽然它是一个靶船 禁止不动我们射击 但是过去SUT鱼雷 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 其实试射过程并不顺利 那次其实还有这个 大家笑说 对对对 说这个鱼雷迷航事件 可见的即使是 那是迷航怎么迷航 就是他本身找不到目标 然后在这个 这个演习区海域乱窜 最后直接冲上岸 这个当时对于演训参加的这些船舰来讲 这个引起一阵惊慌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这颗失控的预言会不会瞄准自己实施攻击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演习的意外事件 那时候阿扁有在那里吗 阿扁是在岸上 看整个操演 他会不会打到总统 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这个问题 那纯粹是对海面上航行的各种参演的船舰造成很大的危险 那这都是演习的 怎么会这种战壘会会打回来自己 他那次是应该是正确时间2003年 就是说那次是第一次 第一次因为我们这个买这个德智战壘是很机密的方式 透过印尼然后买回来 那舍不得打 那一枚大概都造价了1亿台币以上 这种1亿1亿1亿 对然后然后我们这个数量我也不能多说 那过去都把他当宝贝舍不得打 但是后来那一年那时候参谋总长是李洁 他是潜见出身的 他是认为说就是有必要要实弹射击 你不打打看不知道准不准 那我觉得这勇气当然可嘉 本来就要练 练了之后那时候 当然我觉得第一次试射 那个过程特别那次是在宜兰 那那个附近的海域海文比较复杂 那没有打过的确没经验 打了之后本来像这种传统的鱼雷 他是属于线岛 你就是潜见上面他有一根线岛 是可以这个透过线岛去搜索目标 但是那个线不剩断了 断了线之后呢 他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他有主被动式的声纳 那他自己本身这个还是会透过声纳去追踪 所以那时候附近的确很多的警戒船 因为今天要实弹试射 不能让其他渔船进去 所以海军自己本身有很多的警戒船 所以那一次我们在现场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实际状况多危险 是后来现场指挥官瞒头大汗出来 我们都觉得发生什么事情才 后来才知道说他很担心 那个渔蕾不小心打到自己的船 那个伤亡 你死给欧卵龜龟 对这个我可以补充 因为我听过当时那一年 二零零三年参加过 汉光的一个海军的前舰长 他当时就在苏阿瓦海警戒船 他说他们在无线电听到里面说 鱼雷断线拖把 第一个命令就是双车全开往外跑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酸就对了 非常紧张 因为你不知道鱼雷会打到谁 非常危险 但是那一次的经验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那颗鱼雷最后的 后来飘到岸边 然后这个我们的蛙人 两栖蛙人就把他整个 就是什么叫飘到岸边 他不是一直在找吗 后来就没有失去动力了 他自己飘到岸边 然后这个确定他不会引爆的情况之下 后来有两栖蛙人去把他这个 从岸边抱上来 那那次的经验 当然海军被外界苛责痛批 但是我觉得很好地方 就是说那一年 那时候国防部长是汤耀明 他就要求军方再接再立 不要怕失败 打到这种为止 所以那一次那一年打了四枚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每次要打 我们就去叫我们去采访 打了四枚 打了四枚 然后第一次 四億台币 差不多啦 比那个可能更高 那等于说后来第二次去的时候 大家当然很期待 他可能有改 就第二次又没中 第二次又没中 又在被把船都打不中 这个因为他没有经验 真的 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演习 演习就是要你实际来演练看看 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战力 能不能发挥武器系统包含弹药 能不能这个真的火力能够发扬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后来第二次 我们到现场去看还是没中 但是后来第三第四枚就就都命中了 所以这就是演习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不是做表面 所以我那一年 我反而觉得我是认为说 这个军方是有勇气 那时候阿扁也是要求说 打到中为止 打到中为止 不要做做表面 但一发百分之百就命中 当然看起来很开心 但是实际作战的时候 状况怎么样不晓得 所以你经由这样的一个演习 实弹射击 你才知道说台海的这个水纹 台湾周边的这个水下 这个状况有多复杂 你所有的武器不是想象中的 打出去一定会中 因为先前没有 都是用超雷 超雷这个过程 好像看起来都没问题 真正的这个战雷 有带这个弹头的战雷 打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还会有断线 这种状况 过去可能都没有料想到 所以这一次发射这一颗也很关键 所以这次已经隔十三年了 十三年这过程中军方 当然很担心说被外界苛者又没打中 可能又被这个 大家会认为说你到底有没有战力 但是我觉得今年很好 就是说有勇气再打 补充一下 就是从这样的 这个超雷或战雷这样的设计 我们就知道 其实很多这种超雷 就是超演用的鱼雷 他主要验证你整个接战的程序 你官兵的战绩是不是纯收 比如声纳或者这个目标 这个识别还有发射 整个程序是不是 但武器发射以后 你整个功能能不能达到 你这个作战需求 就只有靠实际的这个战雷 你就是作战用实弹这个鱼来验证 从之前这个SUT这个射击所曝露出来的问题 就证明SUT因为它确实服役已经很久时间 和建隆级前建一直服役已经三十几年 因此它本身存在一些 比如系统的可靠度 还有最重要就是 它可能部分的零件已经没有生产 你找不到一个可靠 合乎品质要求 它性能要求的这个零件可以替换 也就是过去几年 美国分两批卖给台湾 就是MK48鱼类 包括第一批46枚 第二批18枚 以这样的MK48取代SUT 我觉得就美军使用的这个可靠度 还有表现来讲 那MK48绝对是比SUT鱼类 更适合我们国军来使用 而且它的射程 它的最高航数 综合表现其实比SUT鱼类要好很多 了解 方老师 为什么这次我们的汉官这么强调时兵时战 必须要讲现在的亚太地区 这个战事一触即发 中美两国在这个亚太地区 不断在的角力 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根据彭博社报导 将在这个礼拜发布美国的南海声明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欧巴马是很重视 什么时候 应该在这个礼拜 那我们知道川普上台之后 他不太重视南海 我们知道比较重视的是欧巴马 他又叫菲律宾去什么海洋法庭去控告中国 但是川普在南海问题上刻意低调 因为他希望还是希望跟中国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 可是看起来川普现在南海问题上 他要强硬了 但我们看到昨天的解放军报 有一篇社论 他叫做练就敢打必胜的防狼术 那比讲防狼术呢 他说我们练习就要敢打 他说我们过去就说 这个美国是狼来了狼来了 现在我们要防狼了 所以他讲说我们解放军事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感觉习近平未来要转移 他内部的经济的问题 武汉肺炎的问题 或者我们看到大洪水的问题 他用一场战争来转移焦点 这跟1979年 中国发动对越南的战争是很像的 可是这个时候川普也不示弱 川普也发觉 我跟中国恐怕势必一战 那我们从什么迹象来看呢 六月中旬美国的雷根号 尼米兹号 还有这个罗斯福号 三艘航母在亚洲开始军演 美国的航母精锐进出 为什么 就是因为要针对中国 特别是今年的七月 这个月的一号到五 七月一号到五号 中国在西沙群岛进行这个军演 美国也派出了雷根号跟尼米兹号 在旁边 而且进行夜间的这个起飞 就是要跟中国呛吓 结果我们看到现在 不只是美国包含日本 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四 美国卖给我们爱国者三号 爱三型的这个所谓的防空飞弹的 这个重新要做更新 另外美国也卖给日本F35 总共是一百 一百零五架的F35 最近我们这个美国跟新加坡也好 跟泰国也好 跟这个菲律宾也好 都进行军事演习 再加上美国跟澳洲 在这个四月二十二号军事军演 另外就是美国跟日本现在还有加上印度 他们也将进行军演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印太战略 已经成型的话 台湾在这个台海中间 我们是美国第一岛列的防护者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特别强调实战 因为极有可能在最近会发生战争 我们绝对不能够轻估 极有可能最近发生战争 你看为什么我们看到刚刚讲到 这个上个月二十八号 美国的这个中国的轰六机 他载的这个是KD63空对地的飞弹 刚刚讲过他是一百八十公里 在我们的台海出现 在我们台东出现 他不是要打台湾 因为杀鸡不用油刀 一百八十公里打哪里 打关岛 所以美军知道 如果那个中共知道 如果我要对台动 第一个打关岛 我们台湾因为在中间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跟美军构同合作 防止中共的轰六 进行对关岛攻击 目前是当务之急 因为我觉得确实 印度太平洋地区非常的重要 现在那我看到一个讯息 我觉得那个那个事情很不平常 就是印度竟然外交部 派了一个美洲师的师长 来当台湾的大使 对 台湾小国 印度是超级大国 对 美洲师的师长很大 蛮大 师长等于是部长下面的一级主管 而且美洲师对印度来讲 目前是天下第一师 因为美国跟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台湾最近这四年来跟印度的关系 发展非常的密切 据我所知光是外贸协会的董事长黄志芳 因为他自己以前是外交官出身 他这四年来去印度大概也去过大概十几二十趟 带了很多台湾的厂商 为什么印度值得台湾 这对台湾他有战略上跟经贸上的意义 战略上是我们二零一六年提出新南向 那美国川普二零一八年提印太战略 那中间的交集就是就是印度 那经贸上印度的人口快跟中国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十二十二亿左右 然后他的经济成长率 过去三年平均每年都在六趴到七趴之间 甚至表现比中国还好 印度的人口多代表他的市场很大 第二个他的人口红利非常的高 所以台湾跟印度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的人事调动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第一个我们在印度以前没有公使 公使就是所谓的副代表 这次增设了一个公使 以印度的服务员来讲 因为印度服务员非常的广泛 所以这是由台湾的南亚的专家 陈慕明陈教授去担任公使 另外呢 刚刚宏一讲 印度可能会派他们美洲师的师长 那事实上最近在印度的学界 开始出现这种声音 就是对抗中国 他们呼吁印度政府应该要打台湾牌 这位学者呢 他曾经当过印度外交部的顾问 然后他曾经在台湾 在政大国安中心 所以他有个 他有个中文的名字 那他这个台湾牌什么意思 到底是说马上承认 跟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他指的就是说 将今年WHO 有可能他的正式的大会 可能会在 如果疫情情况的话 可能会在日内外再开 那可能在台湾担任加入WHO 担任观察员这个议题上 或是他们印度可能会帮台湾讲话 以前印度从来没有帮台湾讲过话 第一 在WHO上面 然后另外呢 另外就是说 在其他包含跟中国相关的议题上面 因为中国碰到印度 他一定跟你讲一中原则 那印度可能 过去印度被批评 说太过于尊重中国的意见 那现在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而且印度跟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他们边境 那个冲突蛮严重的 所以他们本身有战略上的冲突 那这个时候 如果印度跟台湾 能够发展比较好一点的 先从经贸左手 慢慢发展关系 其实不管就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好 或是对台湾 整个新南向政策来讲 对台湾跟美国来讲 其实他是一个双赢的政策 如果印度美洲市的市长 要派去当美国 印度驻美国大使已经够格了 对 没有错 竟然派来一个小小的台湾 因为印度最大的敌人 事实上是中国 所以印度他们现在连 印度连手机都不准要用 不准用中国手机 反而是用我们台湾像ASUS 在印度办得非常好 另外就是说 他们的印度的这个中文的老师 都是用我们台湾的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中文老师 到印度去教书很多 包含我们的很多大学的中文 教中文系的 都去教 因为他们不相信 中国的孔子学院 所以他们要了解 印度要学中文 反而是跟台湾学 是学繁体字 不是学简体字 所以我觉得这次 这个台印之间的互相交流 从最近的发展来看 越来越快 为什么 因为印度感到中国对他的侵扰 越来越快速 刚刚范老师说 接下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这是一位美国的专家 军事专家说 解放军要不要攻打台湾 澎湖最关键 那怎么 他为什么这样看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中国正在生产三艘 这个大型的攻击舰 可以载三十部直升机 目的是被认为判断 因为他们要登陆台湾 为登陆台湾做准备 所以制造这三艘两栖攻击舰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这是美国的军事专家 这个人叫做艾克斯 艾克斯在户比士杂志发表 能阻止中国入侵的 台湾岛屿要塞的这个文章 他说中国解放军攻台 势必要先拿下澎湖 但攻占澎湖不容易 而且就算他得手了 台湾已经争取到时间 可以强化本岛的防御 同时美国也能够布置 两到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时间没有站在中国那一边 他说解放军如果要登台湾 应该选择西海岸 因为西海岸才有沙岸 可是进攻西南海岸 至少会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澎湖 这个防御坚强的群岛 游如海峡中间的一道减速带 他说理论上中国船舰 有可能经台北港直攻台北 但美国智库这个研究员易斯安 认为这是一场 如果你选北部 那就终极恶梦 因为台北的防守严密 中方必须隐匿出局 但双方相距一百英里之窑 很难隐匿 因此从南部进攻 对中国来说危险性比较低 可是如果你从南部 那就会经过澎湖 那澎湖我们部署有雄风反舰飞弹 天空防空飞弹 解放军的船舰 如果绕过澎湖 将成为这些飞弹攻击的对象 但攻占澎湖群岛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在那边部署了六万重兵 包括配备M60坦克跟火炮的陆军 以及海军空军 事实上北京确实有能力拿下澎湖 但是在解放军进攻澎湖的同时 台湾本岛在加强对南部海岸的防御 并且动员两百万后备军人 他说澎湖真的升起五星期的时候 挂载巡异飞弹的美军轰炸机 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艾克斯说任何入侵状况下 时间都不站在中国那一边 拿下澎湖可为中国最终实现两岸统一 扫清道路 但如果拿不下澎湖 北京也许会很长一段时间 不会再尝试武力统一 来我们来看福西 雷霆2000骑射要对海上进犯的敌军船舰 带来大范围打击 2017年澎湖山水海滩 举行大规模反登陆操演 蔡政府的重神贺阻战略第一次验证 就选在澎湖 包括阿帕契 雷霆2000 AV拐都在澎湖集合验证登陆 反登陆作战 台海的战略局势 金马仍是第一线 澎湖接近本岛成为最后缓线 美国军事记者艾克斯 特别在富比市写专文 指出只要手下澎湖 就能粉碎共军入侵野心 澎湖部署攻击船舰用的雄风二型飞弹 加上攻击战机拦截飞弹的天空三行 防卫距离甚至包括金门 几乎涵盖整个台海 共军从西部进攻 像从台湾中部南部登陆攻势 都会受到澎湖守军攻击 不管是武器载具的进步 或是说飞机航程人家 都迫使澎湖成为第一线 如果说澎湖他没有拿下的话 其实他要从西边过来的话 确实确实会比较大 因为其实敌军永远不知道 澎湖海军基地裹藏了什么样的舰艇 或是什么样的有生战力 解放军想处战速决跨过台海 不免澎湖挡在中间 要先打澎湖就会拖延整场战争 让解放军失败几率大增 时间没有站在中国这一边 掌控澎湖的军力 成为防卫台湾的关键 陆战队也在澎湖演练登陆作战 要防止外岛诺被抢走 台湾还有能力抢回来 当两岸武器射程越来越远 澎湖变成台湾本岛守门员 更成为台海登陆作战中 兵家必争之地 那请教一下明杰兄 澎湖真的这么难缠吗 对他这个美国的 这个也是军事记者 他这个论点我想 就是直接推翻先前 这个有很多的共军退降 这个扬言说什么二十四小时七十六小时 一百小时就可以拿下台湾 完全推翻这样的论点 因为特别要谈到这个澎湖 他的在台海防卫作战 里面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澎湖离台湾本岛事实上 也不过五十公里 那双户 这个两个之间 可以做一个火力的一个掩护 那我们的飞弹射程基本上都可以涵盖 就是说今天假设说 你今天要拿澎湖 就会像他讲的 就是说你要花多少时间 你花这时间 台湾就可以提升整个战备 跟后备动员 甚至美军来持援的时间 那我们知道过去来说 事实上应该整个台海 有三道防线 金马还有再次第一道 第二道是澎湖 第三最后才是台湾 那为什么讲三道防线 就是说包含金马 包含澎湖上面都部署了很多 不管是防空飞弹 天空飞弹也好 或者是这个雄风的 这个反舰飞弹 自海飞弹 所以你今天如果过去的确有几年 因为解放军不断的 在强调远战速生 速战速决 有一年的汉光电脑兵器推演 那一次这个很特殊的 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是由这个 参谋本部的人员做蓝军 防卫军就是我们扮演国军角色 那另外国防大学交官做扮演红军 那那次台海防卫作战的兵推过程 攻防这个过程中 这一个国防大学这个交官 突然本来以为 这个是要直接执取本岛 就突然去攻澎湖 就后来澎湖被拿下 这个他就等于说模拟解放军的 攻台的一个策略 在上面进驻了很多的飞弹 然后后面再拿台湾对他来讲 的确是相对比较有利 另外我们也看到包含这个陆航的 包含阿帕奇直升机 刚刚有有画面有 还有我们的这个OH58D 这直升机的护航的 这一个编队也渡海 去对这个澎湖做一个空对地的打击 那同时我们看到陆战队 有人在谈说这个陆战队的 这一个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陆战队在这时候很重要 就是说他就进行一个逆登陆 就是等于说去维护这个澎湖的 他的一个战力的保存 那我问你 如果真的中国来打美军到底如果真的愿意帮忙 多久会来 其实你不要说 那是这个都是以前的假设 我们看现在现状就好 你看现在最近期每天 每天都有军机在台海周边 那可是那是侦查 那同样的前一阵子 你看到双航舰是不是也在这个南海也现身 所以等于说我觉得美军他有这一个观察到解放军 的确是有异常的动态 就是说他在这个用武力来处理 台湾的这一个可能企图上面有提升 能力足不足是一回事 但是他又在做一个超前部署 跟先制的预防 那再请教 那如果中国真的打台湾 日本会来帮忙 我觉得他不得不帮 现在当然政治上是模糊 不想得罪北京 但是你看这个日本的很多军力部署 我们都看他做什么 不看他不听他说什么 说是表面政治词语 军事的行动上面 他在这个宫谷岛 云纳国岛这些都开始进驻部队 然后他的这一个要两次的反舰飞弹 直接部署在宫谷岛 那个是要做什么 派驻在日本的美军会来吗 我相信会 你这个最近 我就说最近的这些动作不断 那派驻在韩国的美军会来吗 那个那就不一定 要看潮行半岛的情势 那当然基本上冲绳的驻日美 驻日的这个美军 你看他最近电侦机也好 反潜机也好 他整个防御范围是整个扩大到 台湾的南端 那刚刚范老师说 最近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 你认为呢 我觉得直接开打 机会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但是怕就是插枪走火 你来我往相互逼近 那同时就是说 你看到解放军 他的动作不断的情况之下 当然有可能会让这情势持续升温 金吴兄 其实刚才我们想到很复杂的一个场景 就是如果说台海发生冲突 美军会不会来 美军如果来日本会不会怎么样 那韩国怎么样 其实大陆何尝不会想到这些问题 所以他如果一旦对台真的动武 他已经排除掉所有极端的可能 也就是首战级决战 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下台湾 所以我很怀疑 美国的专家所说 我还要占领澎湖 在这个好像这个 郑成功收复台湾 或这个斯郎功台那种模式 我认为就现在战争的节奏 还有他的火力来讲 其实已经远远超过那个时代 而且如果总共下军决心 要攻击台湾 其实他虽然这个是局部冲突 他已经有大打的准备 也就是他的反介入作战 或去距离作战的能力 包括火箭军的各种弹道飞弹 还有巡弋飞弹 还有反舰弹道飞弹 能够把美国航舰打击群 距离在可能两千公里以外 让美国思考到 我是不是要冒险派兵进来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负责 拿着场景 那台湾是受够走的吗 当然台湾就是要坚持 够久的防御能力 所以我们验证很多 这个汉光演技 分为战力保存 战力防护 还有海空截击等等 我们就是希望把自己有生的力量 在第一级状况下 能够不会被他一往成情 我觉得美国已经摆出泰式来了 六月中旬 我们看到四艘航母 全停集于亚太地区 美国就是要告诉中国 我九六年台海危机 那时候是两艘航母 我们讲不是只有航母 他是航母战斗群 所以四艘航母下面有潜水艇 旁边还有驱逐舰 另外还有补给舰 所以他实际上 他是一个大的一个船团 四个船团部署都在这个亚太地区 就告诉中国 你不要轻举妄动 另外就是日本会站在第二线 日本站在一个支持美国的一个立场 他当然不会第一时间投入战力 但是他会随时准备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 日本跟美国的航空母舰演习 就在做这样的一个协调搭配 那我觉得日本跟美国现在已经针对中共对台动武做准备 其实我们刚才讲 其实一直讲到航线打击军 其实美国过去 不管是一九九年轰炸南联盟 或者两次伊拉克战争 其实航线派出局是先稳住这个状况 更重要就是他空军的周边各基地的战轰机 轰炸机 你能不能完成集结 包括航空母舰 以及陆上各基地的这种空军战地 他才是重中之重 因此美国如果要介入台海冲突 不只是航空母舰 包括驻日的美军基地 还有关岛的美军航空基地 这才是他真正的打击拒锤 OK好 这个刚刚谈到中国 对台湾的并吞 老实讲动作是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明显 那可是中国内部问题很严重 中国最近的水灾到底有多严重 习近平说非常的严峻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先休息进广告 解释 干净